因参与报道走出马三家而引人注目的Lens杂志记者袁林 日前接受腾讯网访谈 揭露更多中共劳教制度的邪恶 袁林表示用酷刑折磨劳教人员 马三家并非唯一 在接触马三家女所人员前 他也采访过其他地方的被劳教人员 有关酷刑、上大挂、老虎凳、死人床等情节 最早他是从别的上访者口中听来 湖北一名从上海回武汉的85岁老人黄少奇 8号晚间11点半死在湖北省人民医院的重症监护室 家属表示老人居住上海期间 常去菜市场买线载活鸡 3月25号老人突发高烧 被上海医院诊断为肺炎 因为没有床位被送回武汉治疗 家属怀疑是H7N9 但湖北省人民医院拒绝进行检查 国际特赦组织今天公布2012年全球死刑判决与执行报告 中国大陆被指为全球执行死刑最多的国家 总数超过其他国家的总和 国际新品机构会议 周二将中国的长期本币信用评级从AA-降至A加 并警告中国的总信贷可能已经在去年底 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98% 高于2008年的125% 这是中国主权信用评级 自1999年以来首次被大型国际评级机构下调 新唐人亚太电视整体报道